美国西海岸规模最大的艺术博览会进入了第23个年头,今年从11日起到14日一连四天在洛杉矶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来自中国、法国、日本、墨西哥、杰克斯洛伐克、韩国、西班牙和英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多家艺术画廊和机构带来上万届艺术作品参展。 今年来自中国大陆台湾的多家画廊也带来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参展,向美国的主流推荐中国的现代单代艺术,反映华裔艺术家在绘画领域不断追求和探索。 洛杉矶中领馆文化参展古今、文化领事顽景,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负责人在中国国家展区的开幕典礼上,重点推荐了本次参展作品的亮点。 第一,它让美国人民有机会近距离地欣赏到中国当代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从而了解到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的发展状况。 第二,它让中国的艺术家通过参加国际展会的方式,把自己的产品推向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渠道。 第三,用文化贸易这种方式,把中国的艺术品推向世界,这是一个长久的,让艺术充满活力的一种方式。 我带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鱼皮制作技艺和气艺结合的产品,叫鱼皮镶嵌企划,我后面的这幅就是,它是一种新技术,那么我也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在享用我们的文化自信和飞语走出去的这个口号之下,我做了这些作品。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洛杉矶采访报道。